崔永元无视婚外情帖证继续声讨冯小刚 崔永元与冯小刚的战争有预言欲裂之事,先是冯小刚时问崔永元,后是崔永元争文回击,水池黄一青坐不住了,爆料自己掌握了崔永元婚外情的帖证。 然而这似乎并没有对崔永元产生影响。 北京时间7月14日中午,崔永元连发三条微博继续征集回击冯小刚的文章。 文章已达17篇。还是先让我们来梳理一下崔永元和冯小刚次次交锋的经过。 7月11日,一直沉默的冯小刚时问崔永元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攻击,她在时问中指责崔永元碰瓷,认为电影手机里的严手也和崔永元并不像,是对方自己碰瓷对号入座。 另外,冯小刚指出崔永元的多条罪行,告密,恐吓,撒谎,碰瓷,女人和孩子,煽动网络暴力,绑架名业,煽动仇恨,大骂崔永元连流氓的底线都没有。 然而这却让冯小刚陷入更大的麻烦,支持崔永元的声音具有压倒性优势。 相当数量的网友表示,冯小刚太低级。 7月11日下午,崔永元没有给出诗答,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节目,稍待的回应冯小刚的时问,那就是说话像没穿裤子。 随后,刘振云也发微博加入冯小刚,一起讨伐崔永元。 崔永元回击冯小刚和刘振云的真文起于7月12日,他在微博中写道,大芝麻我家禅时官决定举办回应冯小刚刘振云真文比赛。 花样不现,采用有奖。 评委会主席冠子,副主席安娜丁丸。 评委会秘书长大芝麻。公开公正,谢绝猫粮。 截至7月14日中午,崔永元回击冯小刚和刘振云的真文已经累计到了17篇之多。 黄云青微博爆料中提到的陈杰。 黄云青微博爆料中提到的注意。 殊不知,冯小刚和崔永元交锋之际,半路杀出各黄云青。 在冯小刚和崔永元之间,似乎他选择站在冯的一边,不过他也指出对冯没好感。 7月13日,黄云青连续发了多篇微博,其中最有意思的事就是要曝光崔永元在上海和婚外情女人在古北同居的证据。 黄云青透露自己手上有完整的证据链,也就是说有崔永元婚外情的实质证据。 不过,黄云青并未公布,而是表示崔永元一周的时间拿出5000万元人民币一元人民币约合0.1493美元大小合同偷漏税的证据,否则会在7月21日公布崔永元婚外情的相关视频和短信。截图。 微博中指出,崔永元的四个情妇或者前女友分别为王迪、陈金巧、陈杰和朱毅,并和王迪产下一子,移居美国等。 ,移居美国等。